像这个图的话 它现在我们来做这个图呢 我们用上面这个形状 感觉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这个形状 我们知道这里呢 整个是个 下面这一块是什么呢 整个回转的是吧 它要出来效果呢 有可能是什么形状呢 有可能就是这个形状 我们也跟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部分 这个线我们要消失到这个光顺的上面 是吧 怎么来消失到这一块呢 如果想让它消失上来 最好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做个曲面 它这里呢 有几个边界呢 把这个隐藏掉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吧 四个边界 而这个地方又是个 这么长的 那么这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调接一下 这个线比方说 跟这个线直接调接 这样桥接做出来的曲面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是这个边界销售这里呢 是吧 4.0的不可以这样桥接的时候怎么做呢 在这里你给我做个直线 投影上去 投影上去以后再跟这个边界桥接 方法都有点近似 这个地方拉的时候要注意点 近似让它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做什么 相等 如果这里距离跟这个地方不一样大小的话 我们要给它改一下 把这个点呢往这里稍微拉一点 是吧 尽量让它相等 这个点呢适当地往这里再稍微拉多一点点 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大概我们拉到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焦点这块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数呢是大概的 确定是吧 把这个曲面的一个面 交叉曲线第一条第二条 来把它设置出来 交叉曲线第一条 交叉曲线第二条做个相切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形状呢 消失过去是吧 这样一个消失过去 但是消失过去之后呢 这段曲面我们又要怎么去接呢 这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地方 怎么来做这块曲面呢 这里现在是一边两边三边 我们要做一个四个边缘怎么来做 哪条线跟哪条线条线 哪条线根耿障接 哪条线在两边 哪条线右边 哪条线 北 vontade 哪条线 哪条线 我感觉这样割的没那个逼啊 你是想在这个地方做个识别面 做完以后做什么呢 把它这块割掉一块是吧 你说把这个地方投影个线是吧 这个地方桥借一下 这个地方做的效果绝对不好看的 那个方法有点问题 在这里呢 你也可以用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在这里 把它直接补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麻烦的 怎么补呢 它消失消失到这一块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给它做个样条线出来 这个端点的基的是吧 然后再把这里呢再做个点 当然我们不可以做成这样子 这个样子跟这个原有的线差不多了 那我们怎么去做它呢 怎么来做这一段呢 无非就是在这里割个边 看怎么去割它 这个面做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不可可不可以在这里割个边呢 把它割掉 割掉以后怎么去做呢 都是要我们去考虑的 或者呢你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直接的做一个 样条点的端点 直接的做到这个点上面 做个这样的线 然后把这个地方呢 修剪掉 我们来看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修剪的时候 沿一个矢量方向 这是个哪个方向呢 zc方向 是吧 选择一个zc方向 修剪掉 OK 把这个线的隐藏掉 然后做完以后呢 把这里呢 做个曲面 一 当然我们这是 先试一下看这个效果 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具体做出来能不能用 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第二组 交叉曲线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二条需要做什么呢 相切的是吧 第一条呢 也需要相切 包括我们的主线串第一条 也是需要相切的 确认 来看上这种一个曲面 这样一个曲面 这个地方呢 应该没有做到问题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里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什么 加条曲线来 控制它一下 怎么加线呢 不用去做辅助线了 直接在这里做个点 然后呢 再把这个点呢 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需要做什么呢 指定这个点 跟这个直边 这里做什么呢 相切的 然后呢 把这个曲面的拉下来 拉的时候出现关联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样条点 有可能拉 做到这个曲面的什么呢 边缘了 所以呢 把这个曲面的 先抑制了 然后呢 把这里再加线 样条点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然后把这个点呢 指定约束 机的 是吧 这样的一个弧度 这里是不是都很光顺呢 完成以后呢 把这个曲面的再拉下去 曲面释放出来 双击我们曲面 把这个样条点呢 第一条 第二条 交叉曲的第一条 在第一条之后呢 插入一个 OK 确定一下 是不是可以控制这个形状呢 还是有点问题 还是有点问题的话 这里就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地方是有个弧度 到这里慢慢没有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的方法来做它 做这个曲面的时候呢 不一定一次性要给它做完 我们可以把第三条线做什么呢 删除掉 把这个第三条这里 机呢 关掉 先做出这一段曲面 首先我们确定这段曲面 光不光顺呢 光顺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 这一段不顺呢 是因为这个角 我们做的时候呢 给它这里直接桥接一下 忽略它这个角 这个角我们单独给它做一个面 单独给它做个面 现在这里呢 我们先给它做顺 看这里能不能做顺 交叉曲线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一条向前 第二条向前 主线转 第一条向前 OK 那这个地方顺不顺呢 也没有问题 是吧 那现在我们再做这个小四边面 第一组 第二组 选线的时候选拳 交叉曲线 第一条 交叉曲线 第二条 第一条与第二条呢 做向前 主线串第一条 做一个向前的 确认 这里还有没有不光顺呢 还有没有呢 是不是就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面的 要灵活的去做 明知道一个形状控制这一块形状 本身它们的这个截面线的曲率呢 都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应接它都肯定会有点问题 只不过说有的时候问题小 我们可以去不用理会它 像这种问题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就顺着它的那个曲率 我们来进行割面 就是这样来做 这样呢 我们就做出来底部这一块 是吧 做出来底部这一块 实际上做完之后呢 这个大的外形呢 看人家接 把这个黄颜色呢 改一下 改成个其他颜色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呢 这个大的形状呢 是不是基本上就没有了 还有后面这一块 把这个图呢 移动图层 103 打开我们这个第三层 把第三层设为一个 仅可见的 艺术外观 档案呢 保存一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